明朝杰出的哲学家王阳明一生成就斐然 他不仅达到了文人三不朽的最高境界 和孔子并称为圣人 还是当时凭借军功封决的三位文臣之一 官至南京兵部尚书 督察院左都御史 然而王阳明一生却并不是一番风顺 他经历了很多挫折与坎坷 其中最严重的一次便是郑德元年 因得罪了宦官刘瑾被贬农场 那么面对这次贬折 王阳明是什么态度 他又是凭借什么在逆境中实现了人生的转折 上海开放大学一小亭 即将为您讲述王阳明获罪后的抉择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明洪志十二年几位 公元1499年 二月春围 风流才子唐颖 于江音富商徐京 被指控行贿 购买考试题目 虽然最终 并没有什么确切的证据证明 唐颖于徐京行贿买题 但二人终究是厂屋折戟成杀 以唐颖于徐京的才华 假如他们没有遭受这样的无望之灾 顺利地走上仕途 他们的命运将会如何呢 我们不得而知 不过几位年的会事 除了唐伯虎于徐京职的观众之外 还有一位举子 对明朝及后来的中国意义重大 这位举子 就是后世文明的新学家 王守仁 王阳明 王阳明生于1472年 比唐伯虎小两岁 唐伯虎几位下狱这一年 王阳明以春围会事第二名 殿世次进史出身 以二甲第七的成绩 也就是全国十名的成绩 关正公布 第二年呢 在京师受刑部云南清立司主事 上书陈言编武书 后来又奉命到直立 淮安审决积案中秋 平反了多件冤案 还曾经祖考过山东的乡市 1505年 红至18年 王阳明在京师正式开门授徒 这一年的会事 后来的权相严嵩 与大辱湛若水同保 湛若水等人就败在了王阳明的门下 我们坚持可以说啊 唐部虎曾经的梦想 王阳明正在实现中 假如唐部虎当年顺利地通过了考试 也许开门授徒 也是唐部虎的愿望 但也正是在这一年 明孝宗去世 明武宗登基 王阳明也要迎来他的牢狱之灾了 正德元年 武宗改元 在武宗做太子时期 就服侍武宗的大太监刘瑾 开始善权 大臣刘健 韩文谢迁等主要大臣 因此事被迫纷纷辞职 南京的科道官戴贤等人 又上书 请皇帝要挽留留健 要摒弃刘瑾 直言说 元老不可去 换书不可认 这句话简直是 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了 刘瑾就直接操纵圣意 把戴贤等人上纵家所 从南京押送到北京 下狱 亭帐四十 戴贤竟然就被这四十亭杖 活活打死了 王阳明当时听说 戴贤将要被带上重家 送往京城的时候 就立刻上诉朝廷 陈述不能因为言论 而杀了阎官 最末王阳明还给自己 找了一个法律依据 说陛下明知有 正是得失 许诸人直言无隐之条 故敢媚死未便下一言 就是陛下您曾经明确说过 要允许大家说真话 所以我才敢冒死说这一句话 结果 王阳明也被牵连入狱 狱中关押一个月后 王阳明的判决书到了 时任兵部主事的王阳明 被贬折为贵州农场议的议程 不过出狱之前 还得到五门前领停账三十 这个判决和唐伯虎在八年前 所收到的判决比 要严酷得多 唐伯虎并没有停账了 贬折之处也是负数的浙江省 但王阳明呢 停账三十 贬折之处还在遥远的贵州 唐伯虎虽然当时是谢远 但是他到底没有通过会事啊 他的身份只是一个举人 从举人降到县利 顶多你就算是降两等吧 但王阳明是以会事第二名 殿是二甲第七名 全国第十名 近世的身份走上仕途 当时是任兵部五选司主事 那是属于正六品的官员 而一成呢 都没有入流 连芝麻官也算不少 更何况 不夸张地说 有人贬折贵州啊 可能还没有到贬折之处 就已经病死在路途中 或者是出于其他什么意外 就死去了 也难说 八年前明孝宗这个时代 唐伯虎的案件 不过是朦胧形势 八年后 明武宗这个时代 这样的执法环境 是在明确地告诉所有官员 你要是忍不住 你要指出宦官专权 那你就难逃 停障于变官 我们想唐伯虎就算八年前 没有落难 到此时 他也一定是那个 被停障和被贬官的人 在八年前 唐伯虎就压根儿不服从判决 根本不去浙江报道 如果他面临 王阳明现在的出境 我相信他更不会去报道 那王阳明会如何选择呢 其实王阳明啊 本来也打算像唐伯虎那样 收判决书归收判决书 在官府的监控之下 从北京出发 那也从北京出发 至于龙场义 王阳明最初是不打算去的 王阳明先是来到了 前唐的北新关 隐居在南平养病 和弟弟们一起读书耕田 有诗云 西风陌陌南平路 春服出城病点开 花烛日新 僧已老 湖山如旧 我从来 城楼雨集清陵举 古殿云寝必赏回 独有幽情解香信 双飞时下读书台 这生活还是蛮惬意的 他后来的妹夫徐爱 也是在这个时候 奉父亲的命令 败在他的门下 成为他的大弟子的 被贬折后 王阳明并没有去农场赴任 而是像唐伯虎那样 选择了隐居蔽室 可他的这一举动 无疑是公然违背了明武宗的命令 大太监刘瑾肯定不会轻易放过他 那么接下来 王阳明为了躲避刘瑾的迫害 又做了什么惊世害俗的事呢 他最终会听从黄命去农场啊 上海开放大学依小婷 正在为您讲述 王阳明获罪后的决策 王阳明在南平休养了没多长时间 正得二年三月新卫日 皇帝下了一道赤令 这道赤令这么说啊 说朕年纪很小 就继承了皇位 都要依靠朝廷的大臣来辅佐 不料去年奸臣 王阅 范亨 徐志 这些人窃弄微服 颠倒是非 他们私下里和大学士刘健 谢迁 尚书韩文 杨首随 张福华 林汉 郎中李孟阳 主氏 王首仁 王伦等人互相联络彼此勾连 趋意恶附 这就已经形成了一个反政府的小团体 我们看这里被点名的王首仁 就是王阳明 赵书还说啊 这个小团体 要不然就在重伤别人 使皇帝注意他们的言行 要不然呢就在颠倒黑白 引发民众的愚情 他们语言浮华 富有煽动性 他们的行为也很极端 我虽然都已经查明白了 但是我还是以宽大为怀 容忍着他们 结果他们自己发现事情败露 他们自己也很不安 所以他们中的很多人 都自己请求退休之事了 现在我要求 吏部仔细查一查 凡是列在上面名单中的人 还有谁在职 要让他们一律退休之事 免得最后酿成大错 追悔莫及 做仁臣的 要以忠敬为本 我没听说过做仁臣 可以依靠彼此之间 形成小团体 而共同进步的 我要是不把这个意思说明白 群臣恐怕 不能透彻理解 近来我正在遵守 组中既定的宪章 重新声明传统的经典 改革旧有的弊端 财态荣观 致力于治理 你们文武群臣 要有高度的看齐意识 认真努力工作 做事一定要光明正大 不要团团活活 比如说张茂等人 他们凡是开会 都不说话 都随便地去附和别人 开会不说 会后却乱说 我今天再说一遍 你们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 自己给自己招来刑法的羞辱 国家是有明确的法典的 谁都没有特权 我们看这份诏书 其实就是把王阳明 这五十三个人 列为了奸党 那王阳明既然是 皇帝诏书中 钦点的奸党成员 刘瑾就要有意督察呀 看看王阳明 是不是真的按照判决 去农场了 面对刘瑾的追查 王阳明怎么办呢 王阳明最初想的呀 还是金蝉脱鞘 这一段故事 在王阳明的各种年谱 都有相似的记载 都说这年的夏天 刘瑾派人悄悄地跟踪王阳明 那王阳明呢 就假装投江而死 做戏做全套啊 写了绝命诗 衣服鞋帽都脱在江边 但实际上呢 他偷偷搭乘一条商船 来到了舟山 不料海面遇到了飓风 结果上岸的时候 已经是在福建了 福建山多 王阳明走了数十里的山路 晚上打算投诉野寺 寺庙中的和尚呢 说我们庙里的这个规矩 夜不纳客 所以旁边有座野庙 离我们这儿不远 你可以去那儿骑身 原来那个时候啊 生态环境和现在不一样啊 山又猛虎 所以到晚上 四生不敢开门 也是有原因的 那王阳明呢 就在野庙的乡岸上 睡了一晚 虎血就在野庙里面 但神奇的是 夜半啊 这猛虎竟然只绕着 野庙的长廊不停吼叫 却始终没有进入野庙 第二天黎明的时候 四生到野庙里查看 没想到王阳明安然无恙 大家伙大惊失色 说你这样都没有葬身虎口 这一定有神仙按住啊 那赶紧的就把王阳明 邀请到寺中来早餐 不料王阳明在这儿 又有奇遇 早餐地 王阳明在庙里随意走走 就见到店后一人正在打坐 这人见了王阳明 即可起身相迎 笑道 贵人还记得无为道是我吗 说着呀 还从秀中抽出一首诗来 给王阳明看 那诗呢是这样写的 二十年前曾建军 今来消息 我先闻 君将性命 青毫发 谁把钢肠 中一分 环海已知夸令得 皇天终不丧斯文 英雄自古多魔者 好夫清平建大勋 这人谁呀 说来有意思啊 这位无为道士啊 是王阳明新婚之夜 对谈了一夜的人 名校中洪志元年 1488年的七月 王阳明奉父命 到江西南苍 去迎娶夫人朱云 朱云也是浙江渝耀人 他的父亲朱阳和 当时任江西的 部政史参议 这一年王阳明啊 说是17岁 其实十足年龄 16岁都不到 新婚之日 人们忽然发现 新郎不见了 岳父朱阳和 就赶紧派人去找 早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早日 才在铁柱宫 找到了王阳明 王阳明当时 就在和一个道人打坐 这位道人 就是今天的这个 无为道人 新婚之夜 王阳明和无为道人 彻谈一夜 谈什么呢 不知道 没有记载 只知道第二天早晨 王阳明就回到了新房 在岳父家 住了一年多的时间 苦练书法 大有长进 与夫人朱云 也是始终 相敬如兵 举案其美 我们再回到这个时候 这王阳明在 刘锦派出的人面前 自导自演了一出 头江自杀的剧目 打算从此隐姓埋名 度过余生的时候 又遇到了这位 无为道人 和王阳明长谈 我们看 无为道人这首诗 写得也很明白 就是二十年前 我就曾与你 出席长谈 今天你来这儿的消息 我其实早有耳闻 如果你把自己的性命 看待得 如同 青豪威发一般 那么我要问问你 刚常礼教 在你心中 可曾却有 它的意义所在 你的所作所为 全国人民都在夸赞 我希望你坚定信心 你要像孔子那样 坚信自己 不会枉死于路途 因为皇天 终不上斯文 你还要承担 这个文化复兴的重任呢 英雄自古多磨难 轻轻扶去清平 风云涌动 你的机会还会来的 那我们说 这首诗的这个劝解 是出于公义 下面这番话 是出自于 家庭私益的考虑了 吴卫到时就问王阳明啊 你现在打算去哪呢 你真的认为 能够瞒住刘瑾 让刘瑾认为 你确实死了吗 万一有一天 刘瑾发现你并没有死 他就逮捕你的父亲 诬陷 说你已经投敌叛变 你都打算怎么面对 自己的父亲呢 一席话 让王阳明陷入沉思 王阳明就给自己 算了一挂 一副平安挂 由此下定决心 真正遵守判决 礼济有云呢 临难勿苟勉 面对危难 不该逃避的 绝不逃避 此一决 王阳明决定 先回家给父亲过生日 然后启程去农场 在无为道人的劝说下 王阳明最终遵守了判决 到农场赴任 并在这里悟出了 知行合一的大道理 实现了人生的跃迁 而王阳明之所以 能取得这样的成功 除了靠他自身的努力 还离不开王家成功的 家庭教育 那么王阳明的父亲 是如何教育他的 王家的家教 对王阳明的人生 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上海开放大学 依小婷正在为您讲述 王阳明获罪后的角色 有人说 王阳明是为了 躲避刘瑾的追杀 所以不得已要伪造 自杀的场面 惊善脱效 有些小说家 写的更是会声会色 但是刘瑾确实 要追杀王阳明吗 恐怕未必啊 刘瑾并不想 置王阳明于死地 可以从他对 王阳明父亲的态度中 看出来 王阳明的父亲 王华 状怨出身 当时是历部的左侍郎 而且王华 是郑德皇帝的老师 刘瑾当初贬折 王阳明的时候 不知道王阳明 是王华的儿子 后来听说是 王华的儿子 刘瑾就一烧解 这个意思啊 他就觉得 如果要是王华的儿子 这事是可以商量的 王阳明被贬之后啊 他的父亲王华 还升了官 做了南京的历部上述 那我们就算啊 有的人说 王华这一次的升职 是名声暗将 但至少说明 刘瑾是不愿意 与王华公然为敌的 其实像刘瑾这样的太监 是一直希望能有像王华这样的名士 投到自己门下 可以说啊 如果没有无为道人的一番相劝 如果不是王阳明顾及父亲王华的安危 说不定王阳明啊 就成了另一个唐伯虎了 唐伯虎二十五岁的时候 一两年中 父亲母亲 妻子儿子 相继去世了 所以到三十岁的时候 他就无所顾忌的 不去旅行 去浙江做立员的判决义务 这是可以理解的 那王阳明最终呢 不能不顾及家人的安全 以及家族的声望 正是家教的不同 成就了不同的才子与责任 王阳明的父亲是深刻影响王阳明的 这位明宪宗成化十七年 辛丑科的状元 受汉林院修传 历任汉林院学士 詹士府又春访又玉德 詹士府邵詹士 李部幼侍郎 郑德初年 尽为李部的左侍郎 后来又成为南京的历部尚书 还曾经参日编修过大明会典 通鉴转要 那我们说这位父亲对儿子 在学问上的影响不必说了 更可贵的是那种 临财勿苟德 临难勿苟免的品质 王华六岁的时候 和一群孩子在河边玩 有个罪汉 跑到河边洗脚 把钱袋子望在河边就走了 王华持起来打开一看 里面有数十两的黄金 王华担心被其他小朋友 看到哄抢黄金呢 就把钱袋子扔到水里 继续和小朋友们一起玩 纵儿童散去以后 王华就坐在水边 等那个师叔来取 果然快傍晚的时候 这个罪汉大哭啊 回来找他的金子 王华就指示水中藏金的地方 说我把你这个金子 扔在这个地方 你自己下去取 取了上来以后啊 我们说就按现在的民法典 那王华也有权利 要求施主给一点费用 补偿等待保管的时间呢 更何况明朝的时候 他是可以分这个金子的 但是王华坚决不收一点金子 这个就叫临财务苟德 面对财务 不该你拿的 坚决不拿 后来王阳明到江西平定 宁王的朱成豪叛乱的时候 曾经有传言 说王阳明已经被叛军杀死了 当时王华在绍兴 很多亲友就劝王华躲避起来 王华说 我儿子在前线抗敌 我怎么能逃跑 我儿子能够抛弃家小 奋力讨贼 我怎么能先逃跑 扰乱民心 祖宗的公业和恩泽 天下皆知 那些叛贼一定是 多心不易必自弊的 我作为国家的大臣 只恨自己年老体衰 不能亲自扛着武器上前线 但是如果真的有什么不幸 我愿意和护城的战士 和这座城市共存亡 随后又派人去乡邻的州县 调配军队 军粮 找充分的准备 这个就叫临难无苟免 面对危难 不该逃避的绝不逃离 这才是王阳明的父亲 我们看除了父亲的定力 王阳明的妻子 也给了王阳明足够的支持 同样是背叛有罪 被贬折 唐伯谷的妻子 选择与丈夫离婚 而王阳明的妻子 朱云 不但没有变相地 抛弃王阳明 反而坚决前往农场义 陪伴王阳明 度过了他这一生中 最寒冷的冬天 朱云 因为王阳明贬折的时候 受到了惊吓 流产了 后来呢 竟然是终身不遇 但是王阳明始终敬爱夫人 为了使夫人安心 王阳明在44岁的时候 立弟弟的儿子王正宪 为自己和夫人的私职 直到朱云夫人去世 王阳明才去悬 终于在55岁 王阳明有了自己 唯一的亲生儿子 王正义 传统的读书人 其实都梦想着 自己能够达到 三不朽的境界 立德 立言 立功 无论是唐伯虎 还是王阳明 都有这样的追求 最终能够成就三不朽的 却不仅依靠天才 也值根于家庭的土壤 个人的意志 社会的风气 即使没有几位悬案 天才唐伯虎顺利地进入了官场 不见得能够在 明朝这个时候 坚持始终 但假如换做王阳明 即使是王阳明 遭遇了几位悬案 王阳明大概会这样说 诗人以不得地为耻 物以不得地动心为耻 就是诗人认为 没有得到近视就是羞耻 我认为啊 没有得到近视 就改变我的初心 那才是羞耻 这份不动摇的初心 是自我的修养 也不能脱离家教和家法的熏陶 王阳明直到临终 坦然说 我心光明 夫复何言 这份光明 不仅来源于王阳明的本心 他的发端 可以追溯到 更早的王家的先辈 这是家风的光耀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观看 纽伦堡审判 这是人类历史上 第一次正式进行 对国际战争罪犯的审判 这一模式的开创 经历了怎样的曲折 而纽伦堡又因何成为 这次世纪审判的第一个人 下期节目中将为您讲座 纽伦堡审判第一集 被虚伤的发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